骗警白叔收到居民举报 隔壁内对夫妻又在互相家暴 等到白叔来到现场 暗响门铃 只见夫妻俩嘶吼着趴在门框处 仿佛中了什么鞋 更糟糕的是 白叔一转身 发现举报的老太太竟然也丧失理智 张牙舞爪的扑了过来 她未求自保 绕着警车疯狂逃窜 见警棍没击中对方 连忙躲进车里 给警局中心汇报情况 可中心没有回应 她只好打电话给女儿 不料女儿也已经被丧失包围 命悬一线 此时这座小岛 延然变成丧失的天堂 没人能逃过此街 一个男人正在理发店理发 喝过店员递过来的漱口水后 返回家中 可还不等进入浴室和妻子洗鸳鸯浴 她突然发现牙齿变得贼绿 怎么搓都搓不掉 妻子等不及了 连连呼唤丈夫赶紧来 听到急促的脚步声 她激动的裂嘴大笑 但下一秒 丈夫直接啃烂她的脖子 她再也笑不出来 就这样 两个人纷纷摊倒在浴缸里 眼球也变得贼绿 小岛的最难端 是当地富豪的高尔夫球场 为了能在白雪矮矮的冬天 打上一场最有感觉的高尔夫 富豪托专家老马 把白雪矮矮的草坪染成绿色 这天 他如愿以偿 可刚打完球回到会所 自己的妻子就被变异的爱犬咬断脖子 鲜血四线 等到老马好不容易把狗狗甩开 就见后面又出现几只飞奔而来的丧尸 见此情形 两人拔腿就跑 但富豪还是慢了一步 被爱犬咬伤 每一会 病毒就侵蚀了五脏六腑 眼球口腔全部变绿 为求自保 老马撒鸭子就溜 逃到厨房拿起一把刀躲在储物间 与此同时 南海小帅不上学 被母亲安排在家照顾妹妹的衣食起居 等到大忙人母亲好不容易回趟家 根本不理睬他们 即便小女儿哭得撕心裂肺 她也全当耳旁风 小帅没办法 只能自己动手用瓶装水给妹妹冲奶粉 等到晚上 母亲喝了一杯用羽衣甘蓝 和自来水打成的蔬菜汁倒头就睡 等她从沙发上醒来 眼球和口腔已经全部变绿 到厨房拿可乐喝的小帅看到这一幕 以为是母亲服用了过量的蔬菜汁倒汁 直到母亲不分青红皂白地追赶她 她才注意到不对劲 急忙往屋外跑 可一个不小心 她被半倒在地 紧要关头 她的母亲被路过的车撞倒在地 司机正是白叔 白叔本来觉得自己完了 但见对方是个丧尸 理直气壮地走下车 嘱咐小帅赶紧回家躲着 见街头跑来一群丧尸 她二话不说倒车逃跑 小帅顾不得肇事者索要赔偿 连忙拖着母亲的腿回到屋里 在丧尸追来的最后一刻关上门 将他们隔绝在外 但妹妹被母亲的嘶吼声下哭 哭声饮得门外丧尸愈发暴躁 无奈之下小帅只好把母亲锁进浴室 往妹妹的婴儿床里猛塞玩偶 屏蔽哭声 渐渐地丧尸进入静止状态 但糟糕的是 整座岛屿突然断电 小帅只能在漆黑的屋子里来回检查 避免丧尸趁虚而入 突然 猫猫小鸡从后门小户窜了进来 还不等他反应 丧尸的手就抓住了他的脚踝 小帅连忙挣脱开 三步并两步的往里跑 很快 失去目标的丧尸停止动作 小帅拿着球杆缓慢上前试探 听到动静的丧尸再次动了起来 来回尝试几番后 小帅摸准了对方的活动规律 时刻保持安静 等待警方救援 可他往窗外一看 军方竟然派来轰炸机 直接把小岛 通往城市的唯一通道炸毁 只为阻止丧尸通过桥梁 给更多的民众带来威胁 到目前为止 没人知道这些人是为何变异 市长也从未想办法 来拯救尚未感染的幸存者 小帅本想拨打求救电话 但手机没电关机 为了自救 他准备带着妹妹离开这里 到小岛其他地方寻找生机 离开前 他拿出一把母亲最喜欢的羽衣甘蓝 想要亲手喂给母亲师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妹妹竟悄悄地跟在他身后 趁其不备直奔母亲身边 母亲听到声音 一下扑了上去 好在有玻璃阻挡 妹妹暂时无恙 小帅见状赶忙举起羽衣甘蓝 吸引着母亲往外爬 他原本只是单纯地 想让母亲远离妹妹 谁承想母亲意外 碰断了电视柜桌角 他脆弱的头颅 直接被电视砸扁 小帅呆愣在原地 伤心三秒后 再次把母亲拖回浴室 此地已经不宜久留 为了顺利逃跑 小帅搬来梯子 透过大门上方的窗户 观察丧尸情况 见对方静止在原地 他带上妹妹打开了房门 用小橘灯诱饵 吸引丧尸离开 自己则趁机跑到外面 可一时间 他根本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很快 大群丧尸追来 左右抉择一番后 小帅往超市跑去 然而 最绝望的事情发生了 超市大门全部反锁 就连后门也一样 就当他准备坦然接受 丧尸洗礼时 一双手从身后伸了出来 丧尸瞬间被隔绝在门外 小帅定睛一看 是那晚冲撞母亲的 骗警白叔 趁着哥哥不注意 重获自由的妹妹 在超市货柜间来回爬 很快 他来到一处蔬菜隔离间 好奇地往里望去 小帅听到动静赶来 抬头一看 一个女丧尸猛扑过来 好在玻璃街时 两人没受到任何伤害 白叔急不跑来 安抚丧尸情绪 同时解释到 这是他的女儿 仍存有一点点人性 看到他后会稍微平静一些 小帅寄人篱下 也不敢提出什么意见 抱着妹妹离开 吃过晚饭后 白叔找到自己 最喜欢的广播电台 只听里面正在介绍 孔雀岛的丧尸现状 不料主播 根本不把丧尸围倒当回事 认为是当地人自作自受 听到这 白叔再也忍不住 直接连线电台 表明他们是受害者 不是坏人 他希望军方尽快派人前来救援 但主播死咬着白叔的女儿 是丧失这一点不放 依旧认为他们是个祸害 军方不可能为了他们这几千人 不顾城市上万人的安危 白叔气得不行 直接挂断电话 决定另想办法 深夜 小帅三人围着火堆 讨论丧失病毒来源 想要制造出疫苗 必须搞清楚病毒从何而来 白叔结合这两天的所见所闻 得到了一个最肯定的答案 水 只要把病毒注入水场 或者四通八达的通水管道 就可以感染全岛人 小帅表示认同 母亲就是喝了用饮用水 和蔬菜榨成的汁水突然变异 而她从不喝水只喝可乐 妹妹的奶粉 也是用桶装水冲开 知道来源就好办了 隔天清晨 他们从超市出来 白叔带上女儿驾车前往净水场 与此同时 两名美女特工来到岛上 他们此行的目的 就是为了销毁丧失病毒的证据 而这病毒的真正源头 其实是富豪的高尔夫球场 原来 富豪找来的专家老马 真实身份是基因学家 受金主所托正在研究一种 名为M的病毒 为了进行实验 他趁着夜深人静 把绿色的病毒小球注射进水中 让金主手下喷洒在高尔夫球场上 一夜过后 高尔夫球场就被带有病毒的燃草剂覆盖 等到富豪基球入洞 高尔夫球上附带的病毒 直奔地底的输水管道 病毒就这么分裂扩散开来 最后污染整座小岛的水源 只要是喝下自来水的人 都难逃丧变命运 美女特工出手迅速 接连干掉无数纹身而来的丧尸 随即 他们进入高尔夫球场 在这里见到了发出求救信号的老马 老马除掉富豪后 用手头紧层的内管病毒 威胁金主派人来救他 否则自己就把真相公之于众 金主为了自己的声誉 只好答应 见特工赶来 老马让他们尽快把草坪上的病毒消灭掉 并给丧尸们安排上解药 没错 老马早就研制出了解药 但特工并没有听话 为了避免主人受到牵连 他们索性把那管病毒倒进老马嘴里 随后 他们提着箱子来到高尔夫球场 里面那一颗颗白球就是解药 随着球里的白色烟雾散出 草坪的丧尸病毒渐渐消散 另一边 小帅和白叔来到水场 为了以防万一把妹妹留在车里 三人就这么走了进去 可让白叔没想到的是 丧尸女儿似乎受到同类召唤 竟然脱离队伍狂奔向前 两人紧随其后 只见他跳进了水池 缓缓下沉到底部 为了救出女儿 白叔轻装上阵 可突然间 前方竟然蹦出一只男丧尸 脸上长满了草 白叔临危不乱 拉起女儿挡在前面 丧尸闻到同类味道 立马停下进攻动作 然而 一旁的小帅突然开口 声音顿时惊动丧尸 他可没有女儿挡着 只好疯狂逃窜 留在原地的白叔 想把女儿拖出水池 但女儿拒不配合 被他扯下一条手臂后 又一次潜到水底 无奈之下 白叔只好整个人潜到水下 这才捞出女儿 小帅逃过丧尸重重围堵 顺利回到车上 没一会儿 白叔在女儿的掩护下 也返回到驾驶座 为了记录下丧尸围堵的景象 小帅拿出白叔女儿的手机 拍下对面的丧尸 此时的白叔非常烦躁 他很担心自己会因内吃水 也变成失去理智的丧尸 小帅适时推动进度条 表示那些丧尸 除了眼球口腔变绿 身上还会长草 冬天哪里会长草呢 白叔瞬间想起富豪的高尔夫球场 随后他猛踩油门直奔高尔夫球场 等他们赶到场外 特工早已释放过解药 并且在整个会场里布置了很多炸药 可白叔浑然不知 见会场大门紧锁 他爬上二楼进入内部 随即回到一楼打开门锁 为了行动方便 白叔把女儿锁进杂物间 小帅则是用垫子和椅子围了一个圈 把妹妹放在里面 然后进去帮白叔寻找解药 四处排查的过程中 小帅不停用手机记录看到的一切 白叔很反感他的这一举动 夺过手机后让他回去保护妹妹 可等小帅回到原地 妹妹早已不见踪影 与此同时 独自行动的白叔在漆黑的走廊里 发现了很多定时炸弹 甚至线路往前走 炸弹越来越多 猛然间 他的身体出现异常 过不了多久就将完成丧变 为了解除炸弹 他强撑着身子走到尽头 终于看到了总开关 可他已经没力气站起来 危急时刻 女儿的手臂帮他打掉了连接线 静等爆炸的特工 发现定时装置暂停 只好重返会场 很快 他们在厨房见到了小帅的妹妹 其中一名特工主动上前 将丧尸病毒倒在地上 引诱妹妹吃 妹妹见他好看 抓起来就塞进嘴里 这时小帅的声音传来 特工连忙离开次第 等到他带着妹妹出来后 当即拦截去路 原本他们想顾忌重施 往小帅嘴里灌病毒 但妹妹突然变异咬伤一人 与此同时 变异的白叔出现 咬伤了另外一人 惊慌失措的小帅在逃命时 一脚踩爆遗落的解药 气体瞬间顺着呼吸道 进入妹妹和白叔体内 但要想起效还要等一阵子 小帅遭到白叔追击 好在有妹妹护体 这才躲过一劫 随后 小帅从白叔身上掏出老年机 给女儿手机打去电话 听到铃声后 他带着妹妹寻声找去 错过了特工自相残杀的好戏 找到手机后 他将早已拍好的视频 发到网上 瞬间引起轩然大波 为了平息名分 军方只好派出军队 前往小岛展开救援 出乎意料的是 军队并没有用解药拯救丧尸 反而用喷火枪将其烧死 就连幸存者都不放过 小帅见状连忙逃走 可白叔就没这么幸运了 他刚恢复理智 就被赶来的军队活活烧死 没过多久 小岛上只剩小帅兄妹俩还活着 他们漫无目的地在路上走着 突然 小帅看到湖面上出现船只 连忙挥手示意 原来姨妈看到新闻 立马带着儿子们划船来接他 最后 兄妹俩被姨妈接上船 行至途中 小帅把白叔女儿的断臂扔进湖底 鱼儿过来啃食 不知是否还有下一步 军队凯旋后 部长通过电视向民众宣布好消息 但仔细看 他使用的杯子上有个M 很明显 他就是雇佣老马投放病毒的那个金主 这不是于2021年上映的恐怖片 大脑冻结 情节一般 但相比其他的丧尸片剧情更丰富 设定也挺新颖 可作为恐怖片 丧尸营造的恐怖氛围 还不如最后的军队 感兴趣的可以去看看原片